周醫師會好奇自己娃娃臉變什麼樣子 雖然周醫師很娃娃臉 那是因為我也打了不少東西進去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麗衝任務 大家好 我是周晨學醫師 我們都會很好奇 為什麼韓國的女藝人 看起來都會這麼的年輕 這麼的優太呢 到底她們在臉上吃了什麼模仿 那在今天了解這個原理之前 我們要先跟周醫師一起做有趣的小實驗 那我們開始吧 她這個軟體啊 放照片可以把它變得很年輕 再放一張照片 她可以把它變得年紀看起來比較大 那我們先來探討一下說 到底原因是什麼 宋慧祥 她有一個年齡 對 你可以用它讓她變成娃娃臉 其實大家會發現 她的臉變成娃娃臉的時候 幾乎沒什麼變化 像是她的蘋果肌 像這一塊 法令為烹潤感 就是像這個夾凹啊 夫妻公啊 木耳紋這邊的地方的凹陷處 幾乎都會看不太到 那你可以試試看說 突然變老的感覺 有沒有發現 那突然 剛我剛說的 蘋果肌的烹潤感啊 法令文的烹潤感 木耳紋的烹潤感 夾凹啊 夫妻公的烹潤感 它一變成老年那個狀況的時候 整張臉都變凹 還有那個眼睛的地方都很 像額頭跟夫妻公的鬆弛 會造成眼皮的下垂 所以她會發現 眼皮的下垂也會造成老化的問題 你臉部的老化要歸咎於說 你的膠炎蛋白的流失啊 臉部的凹陷啊 是不是要用手線去做一個填充 那接下來第二位 韓國非常有名的 baby face的藝人叫 我們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嬰兒的狀況 或是小時候狀況 就是幾乎不會有什麼感覺 你可以試試看 只有眼睛稍微變大而已 然後她的臉其實幾乎沒什麼變化 她baby face的樣子 比較凸顯的狀況的 女性朋友或是藝人 她嘴邊肉的部分 在她年輕的時候是 加分的效果 她的baby face的感覺會變得更明顯 但是隨著年紀大 因為她的皮膚會鬆弛 然後支撐性會變差的時候 她baby face的脂肪就會掉下來 會更加凸顯她老化的問題 你可以試試看她變老的樣子 你這個真的是完全變了另外一個 她的髮令紋變深 木耳紋也變深 然後蘋果肌的凹陷 甚至額頭的鬆弛跟眼周吸引 去做一個呈現的時候 她的臉好像看起來變得比較老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減緩你紋路的形成 或是老化的問題的時候 要做一個很多複格式的治療 像舉例來說 很多人會用膠原蛋白增生劑 很多人會用說什麼 音波電波這種皮膚緊實的療程 去做一個抗老的動作 我們現在現在要來測試 周醫師 要拿我測驗子 對對對 周醫師好奇自己娃娃臉變什麼樣子 周醫師很娃娃臉 那是因為我也打了不少東西 進去 有差嗎 有沒有看到 娃娃臉 是稍微變一點 但是大致上的變化都其實不會很難 因為它的軟體的判斷就是要把你娃娃臉 就是讓你的嘴邊的娃娃稍會變膨一點 蘋果肌變膨一點點 臉稍會大一點 視覺上就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娃娃臉 會變成一個baby face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最殘忍的階段 我這個 我會變這個樣子 真的看起來很慈祥 像我自己在做醫美的時候 其實會蠻常碰到這一類型的客人 他就是已經老化的流程 已經進行了一小段時間之後 才來尋求醫美的幫助 很多愛美的朋友 會有一點點小吃 會花比較多的一個時間跟預算 去治療他的一個臉部的老化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這兩張的比較圖 確實雖然一定也是有年紀的發現 但是確實我們這張臉會看起來 比較更有女人味啊 大家可以看他的嘴邊肉的部分 隨著年紀大 他其實會慢慢的消失 那我們皮膚越緊 然後上面的支撐感越好的時候 我們baby face的脂肪會在這裡 就像他一樣很可愛很可愛 但是隨著年紀大的時候 這個脂肪如果還在 所以如果是針對這個 娃娃臉這個嘴邊肉的脂肪 如果他掉下來了 我們可以怎麼處理 那我們會根據他脂肪的多化 我們有時候會選擇用 甚至用衣波 甚至包含電波的方式去做一個治療 當然有些人也會選擇直接用 農食的方式 甚至在動力經濟裡面 會用手術的方式去做一個治療 甚至在動力經濟裡面 想要請教一下衣食 五官上有什麼樣比例的改變 會讓這個人看起來會比較老或比較年輕 你的眼睛的兩個間距跟鼻子的這個範圍 是會形成一個大三角形 大三角形的面積越小 你的臉其實看起來是越年輕 臉部的立體感 會有一點跟你的老化的程度 其實也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鼻子變高 雙眼皮變深 五官變更立體的時候 大三角形的範圍會視覺上變得比較大一點 那變得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臉的立體感會變得更明顯 那這個時候你的髮型 視覺上看起來就會更深 造成你的臉部老態的情況 反而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有時候你的臉冒然去做一個鼻子 聽不見得會變得比較好看 那我也相信很多愛美的朋友 做了一個鼻子 他甚至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臉看起來更累更老 就要去探討這個部分 那如從剛剛有提到的 娃娃臉其實是現在審美的趨勢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醫師 每個人都可以變成娃娃臉嗎 當然可以 我們嚴格來說 專業的素顏 我們就是所謂的 不要讓你看起來變得比較老 然後讓你變得比較年輕時候的樣子 要不要變成娃娃臉 要不要變成一個 比較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其實是取決於 你什麼時候開始介入做醫美 50歲到70歲的族群 說要很極致的娃娃臉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要適當的去 要跟他溝通 因為我們會跟他說 如果你的臉上 補太多的脂肪 太多的玻尿酸 甚至太多的一些填充物的時候 你的皮膚的支撐性 會受不了他的體積感 容易反而會造成一個 就是除了年紀以外 也要看 每一個人他老化的狀況不同 醫師會針對每一個人不同的狀況 提供客製化的建議 透過今天的有趣的實驗 還有醫師的講解 會比較了解到說 如果將來呢 我有想要做醫美的話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面對 將來可能會遇到的療程 今天很感謝周醫師來 幫我們講解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今天的美藝術任務 圓滿成功 掰掰 其實兒童應該也會差不多 你可以試試看 對 很緊張 1 2 3 點 有這個事嗎 這個不是兒童吧 這個是有一點 韓國男團的 這個是 這是誰呀 是水平的 喜歡 구독 拜託 按讚 我們做個好 謝謝 我們做個好 我們做一個好